那么阿尔卓赛的这样一个 他的功劳是什么 就把这个结构主义啊 运用于分析马克思的哲学 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马克思就重新建构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定 所以这就形成了整个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法国的 这样一个结构主义的思潮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阿尔卓赛既借鉴了 这个索旭尔和这个 索旭尔和列维森老师的这个成果 同时他自己也构成了 这样一个整个结构主义 发展的一个部分 正是这样呢 就有人啊 从他的这个思想资源上 就把他就把他了 这个归结为 这个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自己认为 他不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他的所有的这样一个认证 是讲强调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 是科学的理论 而不是哲学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科学 而不是科学的理论 而不是科学呢 如果是科学 很多人说是科学 容易把它当成教条 他说的是科学理论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作为哲学的功能啊 他的研究对象是理论 是对理论的一种干预 一种理论干预 也就是说哲学是要揭示 科学意识形态背后的理性结构 理性结构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对象 所以他的直接对象是理论 但是他真正所要思考要揭示的 是能的这样一个理性 理性的这样一个结构 你的理性思维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 问题是要把这个揭示出来 揭示出来 所以这是他们在这个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定义的时候啊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第二个这个思想资源 那么还有一个思想资源呢 就是对这个列宁和这个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哲学的这样一个习曲 这样一个习曲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定义 我们讲了啊 他是这个法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法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他和这个作为法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呢 他不同于这样一个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 这个我们下面要讲分析马克思主义的 那么这个他不同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研究对象 他不是说要把一些东西啊 分成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刚好他是要结识他的这样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理性结构 那么作为思维的理性结构 他强调是一种辩证的思维理性结构 辩证思维理性结构 这种辩证的思维理性结构什么 他要从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啊 列宁和毛泽东都是强调什么 认识的辩证法 认识的辩证法 他们所强调什么 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 作为一个方法加以研究 这个是在第二国际没有的 第二国际主要的是研究什么 我们前面讲了 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对象 所以他们讲的都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但是这个哲学传到这个东方 就是说到列宁和毛泽东那儿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呢 就是从这个人的思维结构 从方法认上来探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 列宁就是在这个第一次大战期间呢 就是大量的阅读的这个黑格尔的这样一个逻辑学 黑格尔逻辑学 所以对他的这样一个辩证思维 特别在哲学笔记里面形成的这样一个 以这个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沙提出来的 他说这个就把什么 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啊 把这样一个都编 归结为什么 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所以也就是说他讲的世界观宇宙观什么 不是一个自然的本体论 讲的是什么 两种不同的 就是说辩证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 思维形式它是宇宙观 讲的是什么 能不能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讲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东方马克思主特点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正是这样 所以这个阿尔都塞在讲辩证 他在探讨这个辩证理性结构的时候 那么这个列宁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 特别包括毛泽东的这个矛盾论啊 矛盾论里面讲这个矛盾的特殊性 多元性 那么这样一个呢 就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 理论资源 理论资源 这就可以看到这个东方马克思主义啊 同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他也会产生一种影响 而这一个呢 在阿尔都塞那里面呢 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所以不理解这一点的话 就很难的理解 他在后面说的 现在就是有些讲他的这样一个实践 就是说这个实践理论 或者说理论实践到底是什么含义 就很多讲讲不清楚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一个 辩论思维结构的问题 辩论思维结构 这个我们在下面要讲的 在下面要讲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到是他的定义 从这样一个哲学定义出发 就是哲学如果是皆是要研究 这个理性结构 人的理性结构 要对把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揭示出来 把它和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功能是什么 所以这就提出来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对象 就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作为一种哲学 它也要和什么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的 这样一个性质是一致的 如果它是哲学的话 它就要符合哲学的这样一个性质 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有特殊 但是呢它的特殊什么 不能脱离哲学的普遍 不能脱离哲学 就说哲学啊 从古到今它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规定 所以你也应该符合这样一个规定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 它究竟应该研究什么 既然哲学是研究理性结构的 所以它就提出来了 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强调什么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就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啊 就是要强调这个总问题 那么什么是总问题啊 它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要研究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一个总问题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 那么在研究总问题之后 我们首先看看它讲的总问题是什么 它讲的总问题是什么 它有一个定义 它有一个定义 我们看一看啊 它说一般说来 总问题不是一目了难的 那就是说什么 它不是一个什么表面的现象 不是呈现在里 让你能看得到的 它是隐藏在思想的深处 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 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 那也就是说 它是人的思想背后的东西 它是人的思想背后的东西 而且呢又是对人的思想起作用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说是存在于能思想背后的东西 对人起作用的东西 它说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定和反抗 才能把总问题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 我怎么去发现这样的总问题 前面是讲什么是总问题 后面讲我怎么去发现总问题 所发现总问题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讲的总问题是什么 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 对思想的深处起作用 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 讲的是什么呢 是讲的问题的这样一个深层的结构 也就是指的 你既然是总问题化 那么这个总问题啊 不是指问题本身 不是说我提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是具体的问题 它指的问题是什么 你提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支配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而不是那样提问 支配你这样提问 而不是那样提问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一定是思维的结构 是吧 是思维的结构 所以这样一个总问题呢 它认为啊 它认为什么 就是人的一个思维结构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 问题背后的 支配你提问方式的那样一种结构 所以它把这个结构叫什么 叫问题的生成结构 是问题的生成结构 这个问题的生成结构呢 就是总问题 就是总问题 所以阿都塞说什么 是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任体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的体系 也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答复的思想体系 那也就是说 讲的不是一个表层的问题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但是这个问题什么 作为哲学来说 你看科学的问题 意识形态的问题 你不能说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把它陈述出来 那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说明什么 它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这个问题是如何可能的 是如何可能 那么我应该是怎么去解答它 是解答它 所以实际上就说什么 就是和它的这个讲的哲学一样 我们是什么 你不能把理论啊 说出来 问题说出来 而是要强调什么 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这样呢 它就强调什么 总问题啊 是一种思维的结构 是思维结构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这个 总问题的这样一个 研究的转向 可以看出来一个 明显的这样一个转向 它就把什么 把马斯主义哲学的问题啊 从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转向了一个认识人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就对 从具体问题啊 就进到了什么 对问题的总结构 也就是说 进到了对认识人的 这样一个分析 进到对认识人的 这样一个分析 所以呢 当然从这样一个 它的理论的 这样一个研究意义上 我们把这一点呢 它做了一个区分啊 我们做了一个区分 就是对它的这个 总问题的定义 做了一个区分 就在理论的意义上呢 它是强调啊 研究问题的生成结构 这个问题的生成结构呢 它和具体问题啊 它是相联系的 就是我要通过什么 具体的问题来 透视它后面 我不是说 我把这个东西抛开 那就成了这个 黑格尔哲学 一个抽象理性的 是吧 我没有把它抛开 而是要从这个具体问题 进到你的具体问题 背后的这样一个 思维结构 思维结构 所以呢 这样呢 它一方面呢 要有具体问题 通过具体问题 表现出来 但是另外一个呢 又不能哲学 又不能局限于具体问题 而是要从具体问题 走到具体问题 背后的总问题当中去 总问题当中去 那么这是一个 也就是强调的 这样一个 是不是强调 哲学的这样一个 思辨性的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它是一个思辨性的特点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从方法论上 我们看看 它从方法论的意义上 它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啊 它强调什么 总问题是方法的总体性 是方法的总体性 它所说的方法的总体性 也就是说 总问题是方法的总体性 就是讲了什么 思维的结构 思维的理性结构 它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但它讲总问题 因为总问题是隐藏于 思想深处的 是在思想深处起作用的 也就是说人的理性结构 所以总问题 如果就是一个 深层的思维结构 是一个理性结构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什么 理性结构它具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你讲的方法 应该什么特点 所以这样的 这个阿尔杜赛 就把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开划为三个原则 他讲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综合性和整体性 那么开划为三个原则 它第一个原则 它说每种思想 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 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 从内部统一起来 因而只要从中 抽出一个部分 整体意义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 就想什么 他说每一个思想啊 实际上你都不可能 把它和后面的整体分开 如果说你这个整体被分开了 被分开了 你只解除一个部分来 那么你的这个部分的意义 整体的意义都要改变 也就是强调这个意义的 这样一个整体性 举一个这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但是比较容易懂的例子啊 比方说生命是一个整体 生命是一个整体 你说这个手美 它是因为和身体相联系的 如果你把这个手砍掉了 那么这个生命也就 它的这样一个手的意义啊 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所以实际上呢 它这个地方强调是什么 就是说你说 就是说这个作为思想整体的东西 思想整体的东西啊 它是本身是从内部统一起来 强调它内部统一 你只要离开了这个整体 你任何一个部分 你一个具体问题 离开了这个总体 那么你的意义就会改变了 你可能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总体 进入了另外一个总体 所以也就是说 任何一种思维 它是有什么 有颈欲的 有颈欲的 还有一定的颈欲 你离开了这个颈欲 它的意义就变了 它的意义就变了 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规定 第二个呢 它强调 它说每个独特的思维整体 每个独特的思维整体的意义 并不取决于该思想 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 而取决于 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的环境 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 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应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 每个独特思想整体的发展 其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 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和终点的关系 而是取决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该思想的变化 同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关系 以及同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它就强调 我们说了 它说哲学啊 就是要研究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定义啊 哲学要研究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那么如果说在前面他讲的哲学和科学理论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你不能脱离这个意义的整体 那么第二个 如果从发展哲学 它本身也是发展的 你的理性结构是变化的 这个理性结构的变化 它是和什么相联系呢 和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境遇是相联系的 当你的社会结构 你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的是个生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 也会发生变化 也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什么 你这个思维结构 你这个生成的东西 能不能对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考 它是和什么 和这个社会结构 社会问题的变化是相联系的 而不是和某种真理相联系 那就外界的真理相联系 那就什么 不是和某一个理论 这个反教条主义啊 你不能以某一个理论来讲 这个生成的结构是什么 看来它的变化发展 它的变化发展是什么 是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他说 这个每个独特思想整体的意义啊 并不取决于该思想 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 不是一种理论的关系 而是一种什么 实践的关系 是一种实践的关系 你这个整体具有什么意义 要根据什么 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 现有的意识形态环境 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环境 并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反应的 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 所以它就是什么 你的这样一个思维的生成结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法国马克思是一种批判的 批判的 它强调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总体性思想是一致的 西方马克思强调这个 我们讲的科尔斯 强调总体性思讲什么 每一个理论 都有它的具体的实践内容 如果要是说 它不和它的具体实践相对应 那么你这个理论 就是抽象的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反对 把理论看作是一个 特别是哲学的思维 看作是一种绝对抽象的 是一种永恒的真理 可以拿来衡量 所有的这样一个 社会发展的一个尺度的 它是反对的 而是强调 每一个具体的 每一种理论 都有它相应的这样一个实践 那么你的实践发展的 你的理论的结构 也是会变化的 也是结构是变化的 所以强调了这个 总体性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个我们为什么说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 讨论这个实践和理论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以这样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范畴 可以写出一个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 就每个哲学家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 这样一个不同解答 反映了这个东方传统和西方传统 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 这样一个变化 内部的变化 它都是围绕这个马克思哲学的 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展开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强调这个总问题啊 不是不变的 它既是思维的生成结构 同时它也是变化的 而这样一个变化 它的意义啊 不是在某一个真理那边 里面已经说出来的 而是什么 通过它和这个 就是它的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环境 以至和意识形态当中 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 是相关的 是相关的 所以它说每个独特思想 整体的发展 它的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 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 和终点的关系 而取决于这一发展过程中 该思想的变化 该思想的变化 同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 以及同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 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变化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它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说任何一个思维结构 它是发展的 而这样一个发展 它是和意识形态 以及意识形态所反映出来的 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 是相联系的 那么这也是说明什么 就是说它说 这个哲学要探讨什么 意识形态 就是说思想 就是探讨这个 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 就说这个哲学 要联究什么 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 不是不重要的 不是不重要的 它也是一个部分 对任何哲学都是一个部分 但是它又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意识形态当中的 后面的这样一个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阿朱塞在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并不是把意识形态 把它完全抛掉了 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深层结构 和意识形态 如果说意识形态表现为一个 它的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和社会结构表现为具体问题 表现为具体问题 那么哲学就表现为什么 意识形态背后的深层的问题 深层的结构 它是支配你这个意识形态 何以可能的问题 支配意识形态何以可能 我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是这样的 而不是那样的 我是这样来解决 意识形态运用它 而不是用那一种方式来运用它 那么哲学就要说出来 你的这个运用当中 有什么问题 你的理性结构什么 就是把这样一个深层的东西 把它解释出来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他强调啊 他说这个总问题呢 是推动独特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 就是推动独特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 不在该思想的内部 而在它的外部 在这种思想的词案 即作为具体个人出现的思想家 以及在这个 这个人发展中 根据个人同历史复杂联系 而得到反映的真实的历史 那么这就强调什么 实际上讲的是总问题和具体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总问题和具体问题的联系 你总问题不能抛开这样一个具体问题 不能抛开具体问题 它总是什么 要通过这样一个具体问题 具体问题 所以他说 这样一个动力啊 不在思想的内部 不是由他思想结构本身推动的 而是由他的外部 也就是说 具体个人出现的这样一个思想家 他是和他的真实的历史相联系的 就是现实的历史啊 是能的发展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思想结构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决定因素 谢谢大家